中京到紐約的話 我是搭頭等艙 如果你單純買這段來回 就四十幾萬台幣了 秀出手中購票證明 非一趟紐約搭頭等艙 來回機票竟然只要四萬塊 我自己有搶了兩張 一張是就是雅加達飛往 這個哥倫比亞的機票 然後是頭等艙 只花四萬塊台幣 像是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 他們也在封場這張票 全日空17號出現BUG機票 價格比一折還要殺 印尼雅加達飛 美國洛杉磯 頭等艙來回原價至少四十萬 官網出現三萬有找 飛紐約商務艙也從二十萬 砍到一萬塊 幾乎比台北飛日本還便宜 但前提是必須從全日航 越南官網登入跨國訂票 出發地點只限印尼雅加達 破天荒超低價 全日空一天內火速宣布認賠 都需要先掛一段行李到雅加達 然後再把它拉出來 這部分就要小心 可能會影響到航班的 就是中間的接上的時間 達人提醒得留意轉機時間 但不只對折再對折的票價 讓人好羨慕 里程數累積也有賺頭 頭等艙確實在里程累積上 是非常普得 那這一張在 頭等艙在ANA累積上有150% 最低一萬七千里 就可以換一張台灣 飛日本來回機票 以雅加達飛紐約為例 至少能換三萬公里里程 拿台北飛東京計算 光里程累積 能換兩張日本來回機票 國進解封後首次大型機票 要Bug事件讓搶到票的幸運民眾 直呼賺煩了 靜新聞 許少爺 陳志豐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